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以看到学文为大家挑选出来 然后可以代表他今天所选取的这几篇文章当中 背后各式各样的玄外之意的这一些图片 然后今天应该会有四到五篇的文章来跟大家来分享 好 在我们线上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哈喽学文 早 中心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听说你最近办的活动当中 很多人又开始在跟你讲说说 每个礼拜三早上一定要听你的节目 对啊 最近比较常听到人家说 你就是那个丁学文 好 来 来 这一期的经济学人的Cover Story 谈的是俄罗斯的普丁 没错 如果大家仔细看那个封面设计的话 其实会觉得这是一篇政治为蛮浓的文章 不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他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个 除了COVID-19以外 全球正在蔓延的一个年轻人上街头抗议的趋势 所以在封面设计上大家会看到 有一个低头名嘴走在红地毯上面的普丁 那似乎若有所思也带着一失惆怅 但是在红地毯的右侧 是正发生在白俄罗斯的抗议示威 左侧这一个所谓的肖像 其实是现在俄罗斯普丁最大的一个反对党的阵营人士 叫Navani 刚刚被下毒的 没错 然后送到德国去 那普丁的头上被写上了一个字 叫What Putin feels 普丁到底在怕什么 那除了封面故事之外 这一期的这个杂志经济学人还用了两篇文章补充 另外在第13页的briefing专文 他用了一个The People Lose Patience 认为白俄罗斯以及Navani中毒事件 其实揭示了普丁最大的弱点 另外在51页的熊比特专栏 还有一个For Your Eyes Only 这是一首英文歌 这告诉我们一个白俄罗斯反对阵营的信息传递应用程序APP 叫Telegram 其实这个在香港抗议示威的时候也被用得非常普遍 现在台湾越来越普遍了 没错 因为它有很好的加密 那这个所谓的APP 怎么小心了融合的它的安全性和可用性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科技来自于人性 但是现在科技是最难掌握的 那我们回到封面故事 它在虚论第一篇第七页 那大标题写的是 普丁到底怕什么 小标题写的是 俄罗斯跟白俄罗斯的人们 正对这两个倒行逆施的统治者 越来越感到厌倦 我们来看文章内容 文章一开始他说 没有什么比看见人们走上街头争取自己的自由 那么令人感到振奋人心的 但对他们所针对的独裁者而言 却又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害怕 如今的白俄罗斯 让人回想起了1989年 苏联时代的场景 在公然进行了不正当的选举之后 当时的数十万人 无视国家暴力的威胁 风涌上了街头 而在今天的俄罗斯街头 我们看见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 有几万人上街游行 抗议着当地政府的逮捕行动 还有强加实施的所谓莫斯科的法则 这对普丁来说 让他感到了惊慌之错 因为除了这 还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 躺在德国医院病床上的人 会是那个反腐败的劣势 一个普京在俄罗斯 最受欢迎的反对阵营的对手 以恐惧作为统治手段的政权 自己也会生活在恐惧中 他们担心有一天人们将不再能容忍 他们的谎言窃取还有残酷 他们希望借由宣传 破坏还有裙带利益关系 来持续自己的政权 但如今看起来 普丁似乎潜旅即穷 而他在明斯克那个麻烦藏身的 另外一个白俄罗斯的盟友 叫卢卡辛康 似乎也无度可退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克里姆宁公否认 但他们还是被迫使用的紧棍 还有驱离的水柱 这也就是为什么随着抗议活动的推进 人们开始质疑 国家暴力是不是还能确保整个政权的安全 这两个领导人在上台前都曾经承诺 要让自己的国家回到苏联解体后的辉煌 普丁向他的公民提出保证 他会远离政治 你将获得有序和更高的工资 卢卡辛康也承诺苏联市的连贯性 普丁很幸运 他接任后因为石油价格的飞涨 让俄罗斯的民众从里面获利良多 普丁也建立了一个黑手党国家 卢卡辛康则是一个老式的专政人士 这两个人都试图通过被巡浮的媒体 来展现强力的形象 卢卡辛康本周拍摄的影片 是他乘坐着直升机在天上飞来飞去 并挥舞着所谓的AK-47 来隐喻他有办法推翻西方的阴谋 但任何一个政权都没有办法进行自我的改革 他们或许可以使用国家媒体宣示虚拟的形象 但在真实的事物面前他们只能尽险慌乱 我们先看看经济层面 白俄罗斯保留了旧的苏联体制 当卢卡辛康想去争取工人支持时 他会像列宁一样飞往了国有的拖拉机工厂 这个国家的主要出口包括假肥 还有从俄罗斯淘汰出来的石油提炼而成的石油产品 俄罗斯则跟白俄罗斯不同 他的经济更加开放 也比较不是那么庞大复杂 然而俄罗斯工业和金融业的制高点 则被牢牢掌握在克里姆林宫的寡头核心圈里面 也因为这样 普丁在他想要继续执政的牵绊下 根本无法释放俄罗斯的竞争和活力 他未能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进行产业的多元化 近期的低油价和COVID-19双重冲击 其实俄罗斯的经济已经陷入了困境 随着可挥洒的空间紧缩 他除了民族主义和怀旧情怀之外 已经无稽可施 整个Cocktail Party 鸡尾酒会已经快要散席 过去20年 普丁极力唤起人们对苏维埃 沙皇帝国时代的辉煌 还有繁荣的过去 他的政权是传递虚假信息的一个先驱 他创造了一个虚幻的工厂 塑造了一种媒体的环境 正如有一个评论员说的 在整个俄罗斯 没有一个是真的 但又好像一切都有可能 然而普丁的作为跟纳瓦尼一比 又显得相形见拙 纳瓦尼在YouTube的视频 比较有技巧 但却在越来越大的挫败中 赢得了广大的共鸣 他们在整个情势中 在一次次对俄罗斯政权腐败的调查中 让大家发现 所有的事情都是现实 无论是普丁或鲁克森科 都既没有实现经济和文化的提升 也没有对政权运作进行改革 目前为止 两个人都还没有一个受永载的继承者 鲁克森科以在最近的抗议示威活动中 竟然让他15岁的儿子浮出台面 就是他带他儿子穿着全副服装 对对对 我记得那一幕 对 那普丁呢 更不敢轻易的选择他的继任者 因为派系平衡难以解决 今年 他试图通过修改宪法 允许自己一直指正直到2036年 他84岁的时候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是无计可施的选择 相比之下 拿巴尼一直忙于组织 反对阵营在9月13号 即将举行的地区新选举 不过他可能随时会被剥夺 选择的这个参选权利 俄罗斯不会愿意看到 像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 发生在自己的土地上 更不要说他目前是台面上 最有魅力的反对运动的领导人 拿巴尼的中毒事件告诉我们 当这些政权无计可施时 他们很可能会诉诸暴力 然而 白俄罗斯情势也表明了 暴力执行的困难 卢卡森科试图通过逮捕 和拷打抗议者 来进行野蛮的镇压 但到目前为止 这只是使得反对人士 变得更加激烈 更想要推翻他 礼拜天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的绅士 已经压过了他威胁 要对他们使用武力的绅士 他可能愿意杀害 成百上千的人 但他承受不起 失去安全部队 对他的离去 普丁也意识到 对人民过度使用武力 可能会引发进一步的激烈抗议 这也是为什么克里姆林宫 基本上没有理会 所有街头示威者 他希望他们会因为时间太久 失去热情 但是如果抗议活动 开始从远东地区蔓延 普丁会面临类似的考验 他可能会动手逮捕和威吓 所有他想要压制的精英分子 这是一群有充分证据证明 最难以控制的反对人士 其他国家应该怎么回应 答案应该从捍卫人权原则开始 德国正确的选择 向Navani提供的庇护 德国医生可以正确解释 他到底被做了什么事 这是一般俄罗斯人选择相信的 欧盟和美国已经合适的 选择了拒绝承诺 Lukasenko偷来的选举结果 这些动作可能会引来 很多莫斯科政府宣传人员的抗议 因为他们说 抗议活动是西方人主导的一模 但街上的人们不会相信 外部国家应该警告俄罗斯 再拜俄罗斯使用任何武力 会受到严厉的制裁 普丁和Lukasenko 不会受到道德、法律和外交规范的束缚 但如果他们为了持续政权 而让人民流血 就必须有人承担后果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所有人都在猜测 这两个灾难般的政权 还能持续多久 倒行逆施的独裁政权 还可能持续许多年 普丁和Lukasenko 必非唯一两个 掌握的权力 却口口声声承诺 会带人们重回荣耀时代的专制政体 但他们的发展 形态都很清晰 尽管一开始 会让人民感觉不错 但我们可以用一个 白俄罗斯抗议者曾经说的话 来做common跟结论 人民最终都会变得厌恶 说谎的人 那就是独裁者 应该感觉害怕的时候 可是普丁到现在为止 纹落泰山 因为到目前为止 内部没有挑战者 外面没有施压者 事实上看起来 川普如果继续连任成功的话 他跟普丁的关系 只有变得更密切 而不会有任何的对立 而欧洲 欧盟现在也正在内部讨论 要如何的从克里米亚战争当中 然后重新的去跟俄罗斯建立关系 而白俄罗斯的街头 侍卫 虽然欧盟不断的表达支持 甚至于北约也表达了 对于白俄罗斯的支持 但他们不敢轻易的动武力 相反的 北约的支持 街头的这些运动 反而使得白俄罗斯 可以去邀请俄罗斯派军队到白俄罗斯 我觉得目前的情势发展 跟经济学人 他现在的预判的方向 差距蛮远的 不过奉献 我们想一想去年的香港 跟现在的情势发展 你当然会觉得说 那个转折很大 我觉得地缘政治 本来现在就很复杂 尤其COVID-19发生 不过刚开始 我看他的文章的时候 其实就像政治角度的切入 其实算了说不准 不过我觉得比较有趣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他有特别一篇文章 在讲这个APP 就是for your apps only 对不对 对 用抗议神器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跟结论 这种所谓科技 已经变成像水一样 既能载周 也能浮周 现在其实全世界有两个 一个是香港跟俄罗斯 年轻人的串联 透过这个APP 确实让他们很烦恼 但是因为整个大环境的情势 其实对于指振政府 还是有利的 可是科技一直在发展 年轻人一直在有自我主张 因为每个人手上 都有这个私会人手机 所以我觉得未来 政治其实越来越难看 但是年轻人 其实真的像水 既能载周 也能浮周 可是我其实也会觉得 有另外一个观点 你知道就是每一种 那种新的社交媒体 它开始成为 所有年轻人 普遍使用的一个 这个社群媒体之后 它就可能可以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串联 然后让年轻人 可以串联起来 你还记得 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吗 对 那时候是WhatsApp 对不对 对 那WhatsApp 它其实也是两位 俄罗斯的逃亡人士 他们所设计的 所以他们非常要求保密啊 等等 但现在也被破解了 对 所以为什么要用Telegram 因为Telegram 它还没有被破解 对 我不知道Telegram 什么时候会被破解 是 这就是它困难的地方了 对 嗯 所以 好 这个普丁不知道 还会在位多久的时间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到的是 记忆学人财经板块的第一篇 谈全球的各个地方的 证券交易所的发展 对 这篇文章啊 其实说实在是 这一本杂志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篇 为什么 因为其实前几次在节目中 我们特别谈过 我说资本市场 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 那我也在节目中谈过 因为其实包括台湾 一直在喊 要成为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 我们也谈过中国 或者香港 未来的发展 前几天我又看到 我忘记是哪一个 这个执政党的高 高阶官员 然后讲说 我们要成为财富中心 这样子 对 那我们曾经在节目说过 我说过好几次 其实交易所 其实它越来越商场化 跟市场化 好 那我自己当然也很高兴说 我有些感觉 我还不是很确定 常常就是我最近 最近一两年 我想要的东西 很快进一旋就写 这一篇是在告诉我们 交易所在过去几十年的 极大变化 而且是全球的角度 我觉得写得很好 而且跟我之前提过的 纾困资金钱会越来越多 好的故事越来越少 其实可以合起来看 这个才是全世界 整个金融跟资本市场 即将来到的大变化 所谓好的故事越来越少 就是值得投资的公司 越来越少 才会有那么一千多倍的特斯拉 你知道特斯拉的本益比 是一千一百二十三倍 一千一百二十 然后你知道 那个叫本田 或者是Toyota的本益比多少 不到十倍 丰田 丰田 对丰田 丰田 对啊 现在特斯拉的市值 已经是丰田的两倍了 没有特斯拉的 对 特斯拉市值是丰田的两倍了 很可怕 一个半月 好来 好 这篇文章在这一期 经济学院财经板块 第一篇第五十四页 那事实上呢 它的大标题写的是 无所不能的证券交易所 可是它小标题写了一个 很特别的字叫 Big Fish 大鱼 然后补充标题写的是 不过二十年前 所谓世界上的顶级的证券交易所 还很封闭 而且对我们来说非常神秘难懂 现在你会发现 交易所已经变得非常市场化 而且无所不在 好 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变化 我们来看看文章的内容 文章一看他说 香港证券所的主席 叫Charles Lee 李小嘉 对 李小嘉 香港证券交易所 HKEX 就像一个金融资本的大河口 在那里 来自中国的资本 跟来自全球的资本 汇聚了在一起 2014年 香港证券交易所 试图推动所谓的 Stock Connector 就是所谓的什么 港汇通付港通 这种东西 来驾驭整个潮流 这种做法呢 允许海外和内地的投资人 可以彼此在自己的市场 进行交互的投资 后来 他还放宽了 对具有双重股份类别的公司 可以上市的规则 所有这些都使得 香港证券交易所 对他梦寐以求的科技企业 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 这也刚刚让另外一个科技巨头 上了香港的案 8月25号 中国电子商务巨头 阿里巴巴的金融科技集团 蚂蚁集团 决定在香港申请上市 它有可能会成为 香港和上海 总共筹集300亿美元的资金 这个金额会使它成为 人类历史以来 最大的IPO项目 它的310是300亿美元吗 是的 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大的水化 但大家比较容易忘记的是 在20多年前 香港证券交易所和其他交易所 早就通过了所谓的大科技 或者科技的这个网络效应 以及自身数据的规模的优势 让自己也成为IPO的大鱼 伦敦证券交易所在2001年 自己也上市了 当时的市值是20亿美元 目前的市值已经是410亿美元 NYSE纽约证券交易所 现在的市值是570亿美元 而它只是州际交易所的一员 香港证券交易所 HKEX的市值也已经增长了60倍 现在是610亿美元 可是更可怕的是 他们的收入增加的更大 全球交易所这些强硬的垄断者 不断在扩大他们的商业模式 他们藉由运行着交易对接的基础设施 他们每天可以让数十亿的股票 和数兆美元进行媒合 掌管证券交易所NYSE的一个主席 叫Stacy Q. Minhan就表示 今年春天高峰的时候 他们整个系统收到了超过3000亿条的信息 这是每天Google搜索次数的50倍 即使在经历了20年以上 这种史诗般的竞争 和政治的复杂交错 今天的交易所 仍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金融巨拨 他们控制着一切 从为银行后台提供支持的软体 到为投资者提供的交易数据 都在他们的手上 在争夺交易所霸主的竞争赛道上 今天一部分越来越大的交易所 正远远拉开跟其他交易所的距离 证券交易所过去 一直有所谓的一些组成成员拥有 而他们大部分是来自银行和证券经纪商 在2000年代 企业刚刚开始IPO的时候 他们是通过收取股票发行 还有股票交易的费用来赚钱 接着 这些交易所通过向海外扩展 并成为衍生性工具 还有货币产品其他资产的交易平台 来实现自己的多元化发展 其中大多数还进行了清算跟结算功能的相关业务 在这个期间的大部分阶段 收购或被收购 一直是这个产业的左右名 纽约证券交易所在2007年 收购了泛欧交易所 Euronex 这个集团包括了阿姆斯特丹和巴黎的证券交易所 而洲际证券交易所ICE在2013年购入了NYSE 纽约证券交易所 并采分出泛欧交易所 然而这类交易很快就遭到了反托拉斯 还有政治的否决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跟伦敦证券交易所LSE 伦敦交易所LSE和德意志证券交易所 甚至德意志证券交易所跟纽约证券交易所 进一步的尝试都被否决 最近的一次成功是在2019年 香港证券交易所 对伦敦证券交易所的竞标也失败 因为达成并购交易的困难 他们只好去找另外的扩张途径 随着被动式投资基金ETF的兴起 交易所把目光投下了这些基金追踪的Benchmark 就是家群指标 2010年大型的衍生品市场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 收购了Dow Jones 后者汇集了美国追踪最广泛的许多商品指标 而伦敦交易所LSE则有许多涵盖大西洋两岸的家权指标 如今这些交易所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Database数据 8月6号 州际交易所ICE 表示他已经同意赤支110亿美元 收购追踪抵押贷款产业的Alimeo 等一下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仔细想一想这一些并购以及他们的扩张 他们的触角其实已经越来越衍生到我们过去认为可能相对安全的一些商品了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不现场我是陈凤馨 一周国际焦点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他会为我们解读很多在国际上面非常知名的期刊 他们所写的这一些文章 然后让我们去了解他背后很多在财经领域上面 所代表的一些深深的意涵 今天学文特别把这一篇介绍给大家 而且他认为这一篇其实极为重要 就谈全球证券交易所的发展 我们会在台湾因为证券交易所其实是 它半公营 就类似公营的一个单位 所以我们比较不能够理解就是 证券交易所其实它就是一个私人经营公司 它就是一个民间公司 而这个民间公司现在为了求扩张 为了求发展 为了求赚更多的钱 我刚听到了这个学文所形容他们并购 还有他们开拓的这些业务的范围 我开始冒冷汗了 因为我很担心 其实我的感觉跟风行一样 这后面还有很精彩 但是我简单再稍微做一些support 就是说全世界的政府都在想办法 让下面自己能使用的ON 往全球化去帮国家发展 可是你去看台湾 从金控到这些所谓的半公营的交易所一类 它其实一直在内缩 我不知道各位能理解我的意思 因为出不去 这叫逆势而为 我觉得是很风险很大 我们继续看 伦敦证券交易所LSE 正在等待批准 他准备以270亿美元收购一家市场数据公司 叫Reinfinity 伦敦交易所LSE的老板 叫David Shelbyma 他就说 整个Hunting 狩猎才刚刚开始 股票的交易量是周期性的 可是指数和数据 通常可以通过更稳定的订阅来出售 一个家咨询公司叫Oliver Weimar 他就预计 交易贷的收入 很快就会停滞 而且下降 交易所通常是靠这个的 但未来几年 来自数据的收入 会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 所以大家抢数据 百分之十五 二十年前 人们担心的是 新进入者最终会推翻交易所的垄断 但现任者 现在已经把挑战者拒之门外 客户对他们高额费用的抱怨 一度吸引了新创公司 例如IEX 这是一家交易所承诺 提供更公平的价格的初创企业 然后还有一种叫Duck Pools 暗池 就是你可以用匿名的匹配 来买卖股票 你的这家初创公司的兴起 也曾经构成威胁 但IEX成立七年以来 它的市场份额 一直停留在1.8%左右 而美国所谓的暗池交易 所占份额也只是在12%左右 它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 金字塔的层次结构 交易所的收入 可以说明整个层次的结构 底层是一些在全世界 比较贫穷的国家 还有中小型国家的交易所 这些小鱼 Small Fish 它既缺乏流动性 也缺乏规模 并且正在努性 它虽然也在努力 实现各种多样化 但是越距离越远 它们有些其实应该被合并或关闭 但各国政府因为面子问题 还是努力让它继续存在 有一个律师事务所叫 Backer McKenzie的Nick 这个律师就说 每个国家很奇怪 都希望自己也拥有一个强大的航空公司 一家叫得出名字的啤酒企业 还有一个证券交易所 最上面一层 则是区域性 另外上一层 就中间这一层 是区域性的交易所组成 它们的收入大概是5亿美元左右 在中美紧张关系的这个时代 它们对贸易的依赖 意味着它们必须团结起来 或者发挥自己的优势 才有可能继续发展 8月20号 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就表示 它决定跟LSE 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基准业务 开始进行合作 它们计划一起开发一个 专门针对亚洲和新兴市场的 指数型的衍生产品 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已经开始紧张 而另外Euronex泛欧证券交易所 也宣布了 它要收购北欧的电力市场营运商 来加强在电力这一块的专业 收入超过30亿美元的交易所 在最顶端 其中最有名叫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 还有德意志证券交易所 以及洲际交易所 洲际交易所涵盖了NYSE 还有伦敦证券交易所 它们早就确保了 对大批量产品的需求 并还继续在多元化发展中来获得收益 还有两个很有机会 挺身而上的教育所 其中第一个叫NASDAQ 它曾经只因为只有科技企业上市而闻名 可是现在 它开发的软体 已经可以同时赋能其他130多家 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教育所 另外一个很有机会的叫 香港证券交易所 所以奉行我们说过 绝对不要以为香港完蛋了 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最大优势 得益于它靠中国很近 它得益于中国资本市场的正在自由化 而且不断在壮大的科技力量 以及大陆内地企业 渴望更加接近本国市场发展的愿望 地缘政治也会有所帮助 蚂蚁集团决定不在美国上市 已经告诉我们一切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李小嘉认为 很快的 在美国上市的所有中国企业 都会重返亚洲 在香港证券交易所 每天交易仅占7%到8%的互港通 最终可能会占到25% 处于中国资本和全球资本交汇的 这个有利位置 对香港来说 它迎来了一个很可能 获利肥厚的新事业 这些大鲨鱼的竞争 对 可是我们就刚好是最底层的小鱼 可是我们很自嗨 反正自嗨这两个字用得好传神 真的 就是世界发生什么事都不关我的事 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因为我们才发生的 这个比较厉害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在节目中谈过几次 资本市场真的暗潮汹涌 而且变化很大 可是Nobody care in Taiwan 而且他刚刚所提到的就是 交易所带来的收入 他未来其实他可能会发展到一个停滞 这也就是为什么各国一直不断的 就是你看到伦敦交易所也好 或者是洲际交易所也好 或者是香港证交所也好 新加坡证交所也好 他们那么极力的开始推展各式各样的业务 而且那些业务看起来 其实都跟衍生性有关 对不对 就是我要设一个指数 然后用这个指数 我就可以衍生出好多好多好多的这一些设计好的ETF也好 或者设计的一些基金的一些方法 然后我就可以吸引很多的这一些国际上面的这一些法人 然后到我这边来投资也好 或者是成立一些新的基金 没错 那些都是新业务 那都是大业务 对 所以凤婷我非常喜欢你刚才说那句冒了一身冷汗 我看到台湾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也要成为金融中心 OK 那你把护国神山台积电拿掉 你告诉我全世界资本为什么要来台湾投资你的公司 这是第一个 我没有看懂的 第二个 台湾是不是没有钱 台湾很有钱 可是台湾的金控把钱资产管理20道拿到之后 是交给别人去投其他的证券交易所 对 那这个也有问题 对 你到最后变成是你自己的自害 我也有一个交易所 我的股票也不错 可是你没有注意到全世界的趋势 你其实是在倒行逆施 你在自害 就是我自己的公司在我自己没有变化的教育所 我照样可以再过20年 No 当你不变 别人也不变的时候 OK 当别人变得非常凶 你没变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被Kick out 尤其他们现在都已经 除了衍生性的这一些商品之外 他们还增加了很多的Data的业务 没错 我觉得台湾长久以来 我们在节目中谈过 直接金融太弱 间接金融太强 所以台湾缺乏对资本市场理解很深的人 那因为未来其实资本语言 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夯的一个语言 你一直脱离它 还是用间接金融的方式来发展产业 其实在未来可能速度会越来越快 有可能被Kick out 难怪你那么喜欢这一篇的文章 对吧 对啊 因为我们连进入区域型的都很难 都很难 对都非常难 新加坡恐怕现在已经不去想全球的这个部分了 他恐怕能够保持住他在东南亚的这一个独特的地位 他就应该很用力了 没错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的 史金璇这一期跟中国大陆有关的内容 有六篇 有六篇 那也是这一期经济选的重点之一 那我们要 我先稍微跟大家聊两篇文章的标题 我们来讲内容 序论第四篇第九页这一篇 他的标题下得也很直白 直接就是去美国化运动 然后小标题写的是 好莱坞到底要怎么去应对中国的审查制度 坚持言论自由 则意味着让电影制作人应该自己做决定 这是序论这篇文章 那在商业板块第一篇四十五页这篇文章 写的这是好莱坞跟中国 说的是中国票房即将成为全球最大市场 已经确定他认为中国很快要超越美国了 这对好莱坞及美国的软实力 到底有什么象征的意义 我们来看看文章内容 文章一开始他说 当大多数的美国电影院 他的部幕还是高挂之际 中国的电影院已经开始纷纷重新开始营业 在这个礼拜 观众开始排队进场观看 很有名的电影叫八百 风鑫应该知道 对啊 现在夯得不得了 夯得不得了 这是一部美国人仍然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才能看见的战争电影 而台湾永远看不到 对 下周 迪士尼会把他们今年夏天的重点电影木兰 借由串流视频送往西方的收视者 而中国的电影观众 则很快就可以在电影院的大荧幕上看到木兰 中国的票房渐渐成为支撑好莱坞发展的重要支柱 如果按照收入计算 中国今年很可能就要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产业市场 同时 中国的媒体企业正在开始投资美国的电影 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看见的 从花木兰到环太平洋 甚至功夫熊猫 这些好莱坞产品都越来越多的出现中国市场的元素 但是他也调试在适应中国的审查 有的时候 他只是另外制作了中国版本去取悦中国的观众 但更多时候 他干脆把全球版本改成符合中国的版本 这引起了很多国家的警觉 美国的检查总长就指控 电影产业正在做磕头的行为 美国政治人物建议应该对同一中国审查角度修改的制片商进行处罚 随着好莱坞越来越想打入这个充满发展潜力的中国市场 好莱坞面临的官方干预的风险越来越大 这让他们无论在中国美国都是腹背受敌 中国曾经是好莱坞完全不care的一个市场 2005年 他的票房收入只有2.75亿美元 各位今年 他的数字接近100亿美元 一场电影院萤幕的疯狂建设 让中国拥有了跟欧美两地加起来一样多的电影萤幕 这样的市场已经不容忽视 这已经是巨型炸弹和一般炸弹的截然不同 好莱坞的制片厂 如果不为这个增长最快的市场 量身定做电影 那就是非常愚蠢的一种做法 但是现在的问题来了 中美之间可能就不容许你同时在两个市场里头生存 你是能够只选一边呢 还是你最终能够找到一条共同生存的路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进屋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可以看到学文 为大家所准备的这些图片 好 这个有关于电影的这件事情 你看到中国大陆其实在电影市场上面 他的票房收入从2005年的2.75亿美元 然后到现在已经是100亿美元 那个成长的速度之快 我觉得这15年不是只是那100亿美元的绝对数字而已 而是那个成长速度太快了 所以好莱坞他必须要去重视这个市场 坦白说 我觉得这15年来最明显的转变 就是好莱坞电影当中呢 中国的好人变多了 中国的坏人变少了 凤馨讲的刚好是下面要讲的 其实经济权的论点在下面的文章里面 我表达无疑 经济权认为 在经历将近一个世纪 就是将近100年 由美国完全统治的全球电影产业之后的今天 如果我们可以在剧本中看见 不是西方而是来自亚洲的超级英雄和公主 其实也不是坏事 然而对于审查制度的担忧还是有根据的 一些中国官僚的要求其实也很愚蠢 例如说中国的政府会坚持 他们再不可能任务三 把那个在天空上海天际线的藏衣服移掉 还有一个内裤呢 你看到他被喷漆 而且国旗被移开 其实是很愚蠢的 你要在中国上映 电影还必须避开天安门 台湾和西藏三个梯 因为这三个名词的开场 开头都是T 曾经喜欢跟达赖喇嘛合影的美国演员 知道自拍 看达赖自拍 可能会使他们被列入黑名单 这类制裁是不对称的 当扮演木兰的刘亦菲 在推特上支持 在香港推翻民主抗议活动的警察时 迪士尼也不敢说什么 问题在于 被提出的解决方式 通常比问题本身更糟糕 来自德州的一个参议员 叫Tate Cruz 他就希望制片厂能够同意审查员的要求 禁止他们跟国防部合作 而美国的国防部常常把他的武装配备 是让给美国电影做道具的 那会使政府变成了政治层面的仲裁者 对 这会让共和党和中国的共产党越来越像 对 自由言论组织叫Pan America 他们就认为制片厂应该披露 他们为了迎合中文发行班所做的任何更改 这是一个good idea 但制片厂没有这样做的动机 一旦被迫 他们有可能通过确保电影的原创 就能够未经编辑就通过 这会使得整个世界的电影产业 都受到中国审查制度的约束 而幸运的是 有两个因素 现在我们看来可以限制好莱坞的磕头行为 首先 对中国市场折衷太深 可能会失去美国市场 当NBA为某个球队经理的支持香港Twitter 向中国道歉的时候 美国的球迷群起激愤 最后迫使这个动作退缩 美国游戏公司 动势暴雪 也做出了类似的转弯决定 好莱坞的各个演员跟导演 早就被长期训练的和共产党的电影审查员 一样非常敏感了 另外一个制约因素就是串流媒体的兴起 电影票房确实是全球性的 但串流视频不是 即使Netflix被中国拒之门外 他仍然在日前宣布 购入香港学运领袖 黄之锋的最新纪录片 约素亚 串流视频的经济意义 在于充分利用了利计时长 从而更容易向不同的受众群体 说不同的话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所有这些都需要 某种好莱坞最稀有的成分 那就是现实主义 这个世界注定不可能消除 中国政府对全球电影产业的影响 但西方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告诉电影制作人 他们能说什么 想要维护言论自由 就应该从自己本身开始 而把干预这种动作的形象 留给中国 但你不觉得美国干预越来越严重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 就是你要谈播客 播客 其实在台湾我们 我们好像还没有翻译 我们就说Podcaster Podcaster 对 但是在中国大陆就翻译叫做播客 对 这篇文章已经变成它中国版 快在第一篇 在第二十页 标题写的就是Listen in 收听 跟我们广播节目有点像 小标题写的是 其实我们就是Podcaster 只是说我们只是固定一个频道 然后可是如果你搬到 那个Podcaster上面的话 我们其实就是Podcaster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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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还是用播客来讲这篇文章 可以吗 可以可以 我觉得大家听得懂就好了 OK 播客提供了一个 在中国能够自由思考的空间 虽然一个更大的媒体压制正在展开 仍有一些欢迎讨论的角落 在中国存在 我们来看文章内容 文章一开始说 有一个年轻人叫穆希 穆希 他在上海附近一家专门生产 智慧型手机充电线的工厂工作 他说这个工作其实很无聊 还好他的老板允许他戴耳机工作 因为这样在每周六天 每天十一个小时工作的时候 尽管他的手飞快地在处理 装配线的工作 他可以继续让他的思想充电 首先 这个24岁的年轻人 可以听取有声读物 还有在线的课程进修 现在他更喜欢听播客 随着共产党对媒体的加强控制 以及中国的流行文化日趋肤浅 播客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礼机市场 人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意想不到 甚至有争议的内容 调性可以轻易从播客节目的名称中 被辨认出来 中国知识分子习以为常的黑暗幽默 常常贯穿其中 The Widow是一个怪人 节目叫怪人 是无息听众最喜欢的节目 由三位前新闻记者主持 他们主要受众就是那些和节目名声符合的怪人 最近几集他们讨论了中国男子 如何被确认为女权主义者会怎么样 还有中国对待黑人种族主义者是什么德性 这两个话题都被认为很另类 穆希也很喜欢失业者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专门讲求一些失业的人 或者自由职业者 他们怎么休假多年 还有旅行去抵制现代生活压力的故事 但在这个仍旧讲求996 996我们在节目提过 每周六天上午9点到下午9点的国家 很少有人鼓励这种工作的文化态度 中国的互联网用户长期以来 一直凭借着创造力来铲出和消费者 他们想要的内容 Twitter Facebook YouTube还有IG 都被中国政府阻止 以致他们只能使用虚拟专用网络翻墙 来访问他们这些频道 中国本土的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 刚刚推出时还允许进行一些自由的讨论 如今他们开始受到政府严格的审查 播客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 而且更深入探讨的内容空间 一位高中生就说 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支持气候变化的活药分子 一名妇女也回忆着 他的父亲如何在中国农村虐待他 以及邻居如何冷眼旁观 甚至有一个女权主义者 诉说着他如何为他那个传统婚姻正在苦苦挣扎 这些节目主要受着中国两个不同族群的欢迎 第一个是年轻的城市知识分子 Purfect China进行了一项调查 超过85%的听众是大学毕业生 95%的听众是35岁以下 山东烟海的大学生Eva他就说 主持人真心进行讨论 而不是迷恋那些耸人听闻的内容 他喜欢播客提供的帮助 协助他应对自己的忧郁症 第二类人群更加多元化 包括许多来自社会另一端的人群 譬如穆希 他五年前从内陆一个距离 2000公里的贫困农村来到沿海 他说 有时候我发现主持人的观点 过度focus在精英的视角 可是里面的观点很多 我听得懂 我也同意 播客的内容通常不如 在中国社交媒体看到的 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教授叫方克成 他就说 对内容创作者来说 多了更多更好的选择 来获取流量和金钱 大多数的人仍然观看直播里面 吃着大碗面条和卖口红的直播粉丝 或者去观看更多熟悉的年轻乐队 在里面唱歌跳舞 Story FM 这是一个中国最受欢迎的播客 他的主持人寇爱哲就说 不管哪里 只要是有关死亡 性和金钱的故事 仍然最受欢迎 他在一个情节中 说着一名男子描述患有精神病的父亲 如何被同胞毒死 另一次他选择说一个中国纪录片的制作人 他的同性恋色情电影的情节故事 他也常常讨论一些专门帮助妇女 破坏丈夫和情妇关系的机构 听众对世界各地的中国人 特别好奇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海外工作 学习和旅行 扣先生注意到 在叙利亚和阿富汗这些遥远地方 有关华人的事件或播客最受欢迎 Story FM最近今年最受欢迎的节目 是一个中国的穆斯林男子 去了巴基斯坦 在15天之内跟自己的妻子结婚 然后把他带回中国的故事 所以他的结论是 他的结论说 这是中国唯一剩下最后的自由地方 不过他们预计很快 也会抽到政府的注意 所以这个发展 其实播客他的特质 跟其他的传播的方式 最大的不同点是在 我觉得其实是一心可以两用 我爸奉行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我们今天看电视或什么的时候 我们其实要放下其他东西去做 可是播客可以让人 他同时一手两用 那另外我有个朋友跟我说 播客很特别的是 他可以让你 比较感觉有人陪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人 其实是很容易的 所以千万不要忘了 这个Podcast的发展 其实不是只有在中国大陆 我觉得在全世界都一样 在台湾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DQ文 带来这几篇文章 也谢谢大家